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马阿里 塞伊夫丁 苏丹清真寺上 就围在市中心 高达52公尺的圆顶 上面镀的都是纯金 站在市区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圆顶在闪闪发光 而这也造就了一个全球最富有的王室 问来苏丹家族的财富相当庞大 但王室却低调神秘 到了今年初 被封为亚洲最帅的马丁王子 跟王妃罗斯纳的婚礼就办了将近十天 奢华的礼服跟珠宝攻占了全球媒体版面 而这位33岁的马丁王子有优越的外形 而且他自己就是个网红 IG有来自于全球300多万名追踪者 超高人气 也显示了外界对于王室生活的好奇心 而问来王室握有统治实权 西人的苏丹哈山纳 包奇亚登基57年了 是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而问来民众普遍对于苏丹评价很高 对苏丹尊敬且爱戴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带您前进这个黄金苏丹国 问来 问来位于普罗州旁边是马来西亚 而它的国土分成两块 由跨海大桥相连 但是问来其实面积很小 大概跟台湾的高雄家屏东差不多 全国人口只有45万人 其中有七成都是马来人 身在产油国 问来人不用缴税 教育跟医疗都免费 有着最好的社会福利 但也是个极端传统的伊斯兰国家 一切的生活跟伊斯兰律法紧密相连 问来和平之国 金碧辉煌又淡泊安详 炙热艳阳下社会秩序离不开伊斯兰教义 每个星期都有一天 街头一片宁静 每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 可以看到其实在知名的连锁素食餐厅 现在是完全没有客人 灯是关按的 而且门也是上锁的 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小时之间 是穆斯林的礼拜时间 他们是必须要前往清真寺 因此在这段时间之内 所有的店家 无论是餐厅啦 还是电信行等等 都是必须要暂停营业 一直到下午2点钟 整座城市仿佛禁止 小郭寡名地问来有苏丹统治 仅有45万人口 独栋住宅是主流 我们特别拜访这一户人家 哈喽 嗨 紫阳你好 我是宝宜 你好你好 这是我先生Tony 请进请进 宝一和Tony是问来出生长大华人 经营咖啡厅和烘焙方 他们的家温馨宽敞 客厅大道能隔成两间 我们隔了起来就是留了一个空间 给我女儿的宠物 她的两只小白兔 对 两只兔子 所以这一整间都算是兔子的空间 对对对 我们还有一个外面的空间 这个呢 这个空间呢 是我先生喜欢在这边种种花 对 还有的就是兔子可以来这边 来跑去的空间 玻璃屋采光几家 隔壁还有两间宠物房 七只狗宝贝都有冷气吹 往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饭食中心 我们就是用餐 饭厅我们用餐就在这一边招待客人 这个是我们厨房之一 我们就叫Dry Kitchen 就是我们准备早餐 准备咖啡或是茶这样子 就在这一边 这是我们的Wet Kitchen 这边才是炒菜煮的 或者是要更多炸 油煎的我们都在这一边 又有还有一个空间 厨房也能干湿分离 汶莱宽阔空间 让待过香港的宝衣特别珍惜 无论你工作压力有多大都好 假如你有一个空间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最好的医疗 所以汶莱我们就有这个空间 不好意思很像有点骄傲 这是事实 医疗其实基本上就是免费了 只要你是文莱的 citizen就完全免费 甚至于比如说有些 treatment是文莱做不到的 或者是没有那个 facility做到的 文莱政府都会送这个病人 还有他的其中一位家属 去到国外治疗 个人收入税 income tax没有 然后公司有分两种 假如说个人公司 soul provider就不用收税 就是没有万万税 有石油天然气当靠山 未来经济仰赖黑金超过90年 不过天然资源有限 总不能单靠石油撑场 政府喊出经济多元化 未雨绸缪 点名五大优先产业备战 丽品转型永续 食品就是其一 欢迎来到我们的牡业 这就是一部分 这是我们叫做 空间的空间 所以我们有空间的空间 然后是一个空间 我们也收集热水 空间的空间 我们也收集热水 空间的空间 然后空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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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全问来唯一 太阳能农场 不靠政府供应水电 实现碳中和 尽管问来电价便宜 为了减少碳排 农场共同创办人 劝而坚持只用 再生能源 所发生的空间 空间的空间 它们也接到 控制器 然后它进入 它的软件 软件 所发生的空间 然后充分 再开启入 它进后 也将在招工箱 才能建设计 很多漁人捕捕鱼 除了那些鲨鱼 但除了那些 最主要的出口是油 我们交易那种食物 但我认为过时 和气候改变 我们认为食物供应该不会均匀 所以这也是重要 选择由油 到自然的食物 利用养鱼的水 或是混合堆肥 鱼粪及椰壳纤维制成的土 种出小番茄 青江菜等各式蔬果 油是非免质的能量 所以它们参加不同种类型的工作 例如我们可以批评 地区人作为生育技术 其实我们的主要是 不是核酬 而是核酬 是核酬技术 从核酬技术 到核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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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经济席卷全球 所以我们提供其他核酬技术 为他们用核酬技术 和核酬技术 在核酬技术 在核酬技术 以绿色经济席卷全球 永续不是口号 是气候变迁时代各国挑战 产油国问来也不例外 台湾人养宠物 一般可能养个一两只 但是在问来 他们爱养猫 而且一养 世纪二十只不稀奇 这也是受到了信仰的影响 大多数的穆斯林都喜欢猫 像刚刚您看到的 一般人家里 还有宠物房 有冷气吹 专属的宠物空间 在当地是常态 因为对他们来说 宠物就像家人 生病了 也会奔波去求医 其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兽医师 就把中医疗法引进了问来 还帮宠物做针灸 虽然对马来人来说 非常的稀奇 但是要在爱猫身上扎针 一开始他们也很却步 如何克服这种文化落差 来听听当地人的心声 大片落地窗空间宽敞 这可不是宠物店 而是私人住宅 未来人爱猫 不只给他一个家 还有专属猫房 在问来如果有养猫的话 通常都会有十只以上 在这里是很常见的情况 不是像台湾只有一两只 而且这里的猫咪们 都会有自己专属的大房间 有吹冷气 还有非常舒适的设施 在另外一间房间 还有其他猫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拜访的这户人家 总共养了十八只猫 数量惊人 在当地却不稀奇 除了一楼猫乐园 二楼还有分馆 问来人爱猫养猫 起来有自 伊斯兰文化中爱干净的猫 象征圣洁 备受民众喜爱 爱猫的女主人DK 一度有四十只猫小孩 沉重费用压得她全不过气 但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宝贝 Let's pray Let's pray Let's pray So you know what my cats you seldom hear them meow but when I pray with them you know they gather around with me and they start to meow and means that they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and a few days after that I experience there's a truck cam a truck cam by my house and they call me up and say that there's some food for the cat and you know all these accessories and then I was like wow you know it's a blessing 相信猫有灵性 还能带来好运 有猫又有爱 人生足矣 而再问来 守护猫还幸福的 还有这一位 会针灸的受医师 三到四针 以症状为主 圆滚滚大眼睛 东张西望 只有三个月大的辛巴 全身固定 乖乖就范 这是他第五次针灸 即将毕业 这几个都对后驱 麻痹无力 就腿用的 小脚猫腿扎了三针 辛巴的后脚原本瘫痪 只能拖着地板走路 没想到三次治疗后 能站能走还能跑 CAS本身就有加 中药 中药是天马 天马主要是活化 因为它是学医嘛 然后有个气体宣传 造成那个 然后有用爱灸 第三个针灸 主要是止痛 然后relax它的脂肪 头上再扎一针 用来安神放轻松 马来西亚籍的刘胜明 和来自台湾的太太 胡曼君 是中兴大学兽医系同班同学 两人婚后定居问来 近年引进中医疗法 对马来西亚主而言非常新奇 哈比你今天好漂亮哦 哇 高龄14岁的哈比 动作灵活就像个小伙子 可难想象不久前 她突然四肢交植动弹不得 主人带着她到处求诊 从没想过中医治疗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检论 为了爱猫 姑且已逝 结果让他感动不已 从怀疑到神醒不已 负责看诊的马来兽医师 也经历过文化冲击 进去萌芽 背后是胡曼娟和刘胜明的薰陶 而如何说服马来兽主尝试中医 胡曼娟也有小技巧 我刚开始都会说 我给你打折 我给你打折 可是你就试试看 你就试着做做看 我不是推销你 但是我就是跟你讲 它有它的作用 你试试看 所以有些剧组慢慢慢慢 他们就接受 甚至到后来 他们直接走进来 我要找一个台湾手 胡曼娟跟着丈夫 一句问来三十年 在两人亲手打造的小天地 发挥专业 异乡早已变成家乡 和他最爱的家人 共同在问来实践 幸福梦想 问来是个严守 伊斯兰律法的国家 不能公开卖酒 也没有我们熟悉的KTV 或是酒吧跟夜店 乌他们有许多的咖啡店 营业到深夜 成为了年轻人 放松聚会的场所 就连问来的王室成员 也来开了咖啡厅 由王室公主跟驸马 亲自敲刀设计logo 顶着王室的光环 连观光客都会特地去朝圣 这一间问来最红的 王室咖啡馆 王室公主跟客人 自然而言 王室公主跟客人 帮助 我们类似的幸运 幸运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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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因为它是它的 它是它的线高 和旁边的 更购壁 的窄櫻 但是 我认为它的线高 如果您的想象 在所有棺子我们 我们有这些灰 它是 它是在所有棺子的 它是在所有棺子的 這就是我們的畫面 給予那種工具 工具的風格 對 工具的風格 但跟現代的風格 尤其是櫃子 櫃子會表演 就是要製造的地方 氣氛好 只趕家 問來王室開的咖啡館就是不一樣 合夥人Nathalie見證 在地特色咖啡館崛起 讓人一世成主顧 温暖服務是王室基本要求 咖啡也得推陳出新 香醇拿鐵加入自製咖啡凍增加口感 是銷售No.1 但喝咖啡怎能沒有甜點 嗨 早安 我會想吃一些蛋糕 你有任何推薦嗎 我不知道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廣角的櫃子和醬 但最近的蜂蜜蛋糕 我會推薦你們嘗試 因為現在蜂蜜蛋糕 正在流行 還有我們的 俄羅斯咖啡蛋糕 好 當然 敬團隊重視消費者違潰 俄羅斯蜂蜜蛋糕 原來是客人許願王室咖啡館來實現 有一些客人請問不同種類型的蛋糕 所以這個蛋糕是很流行的 所以我們嘗試去製造 俄羅斯咖啡蛋糕 它有那個很濃的蜂蜜的味道 可是它也不會太甜 就是還滿有層次的 因為它是有蜂蜜跟鮮奶油混合在一起 然後蛋糕也還滿紮實的 用品質抓住消費者的胃 問來人頗少 好名聲得靠每一位客人 Brunai是一個獨特的市場 對 非常獨特 是一個小的市場 所以它總是關於社群 總是關於社群 總是關於社群 在Brunai的話 在Brunai的話 你會從你的朋友聽到 所以在Brunai就是這樣 王室咖啡館迅速竄紅 正在籌備第五間分店 2016年 他們創立問來第一間烘豆廠 從南美 非洲等地進口生豆 隔年開張首間店面 主打自家烘焙 由Fasila公主和駙馬 親自設計Logo 她也是一個人 在設計上 她也是一個人 選擇的細節 但我們為我們 聖餐咖啡館 我猜 每個客人 都對我們 過去國際連鎖品牌 獨霸問來市場 如今在地特色咖啡館 與社區緊密連結 反而更接地氣 我們在Brunai 總是關於社區 所以 有時候客人 都在整理 我們都知道 那杯咖啡館 我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當時他們進入 特別是整理人 沒有高不可攀最理感 王室團隊目標 打造讓問來人 驕傲本土品牌 緊貼在地文化 是經營關鍵 想要喝一杯 更得因地質疑 整杯滿滿碎冰 倒進母酸菌飲料 再加莓果風味糖漿 立刻呈現玫瑰粉紅 甜美浪漫 您注意到了嗎 這杯雞尾酒 其實沒有酒精 英文叫做Mocktail 問來正流行 因為它很甜 我是甜蜜 所以我不喜歡喝很甜的飲料 而且它也很適合 所以 Mocktails 就是很 哈勞 的飲料 因為我沒有喝很多 酒 所以我喜歡吃Mocktails 但我不喜歡 所以我喜歡吃Mocktail 所以我喜歡吃Mocktail 後來工作 就要來這裡 和朋友 我們現在在這裡 沒有夜店 沒有KTV 的問來 公共場所禁止賣酒飲酒 疫情後 年輕人注重休閒 供應Mocktail的店家 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主要是說 給人家一個很chill的一個 人家可以放鬆的一個空間 我不會說是一個餐廳 但是去一個空間 一趟日本旅行 讓創辦人弄愛上 居酒屋氛圍 一直想開餐廳的他 決定再問來打造 概念店 除了Mocktail 當然也得端出日式拉麵 Q彈麵條搭配一整隻 問來本地大頭蝦 加上日式糖心蛋 倒入濃郁湯頭 點綴蔥花和海苔 南陽風樂沙拉麵 澎湃上桌 這裡我愛吃大頭蝦 我們用了20多種香料 然後加那個大頭蝦 一起去熬製成 所以就變成當地的口味 很符合當地的口味 對當地是喜歡比較重鹹 很重口味 很重口味的那種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 拉麵的概念上 就是做了一些調整 不只要鹹香濃郁 同樣得變通的 還有這碗味噌拉麵 這裡是穆斯林國家 所以像那個湯底 我們就用了那個雞骨 然後雞腳 還有那個雞皮去熬製成 叉燒的話我們也是用雞 做的很像叉燒 也一個那個樣子 所以其實跟日本拉麵 就一模一樣 只是說那個雞皮湯底都 不是豬肉 食材替換沒問題 但店內昏暗風格 在文來很特別 堪稱文化衝擊 很多客戶就會反應說 你們那個燈光 可以調亮一點 你們那個音樂 可不可以調低一點 然後你們的菜單 自己就會印大一點 鎖定40歲以下族群 不走大眾化路線 年輕一代用創新 為溫來市場 注入新活力 溫來有一個美食 叫 敲門飯 也叫敲敲飯 是馬來文的米 而 這是敲門的意思 其實就是簡單的白飯 加上炸雞淋上三八醬 但這種敲敲飯的典故 有很多種說法 其中有一說 是早期民眾得要敲米商的大門 才能買到米 所以才叫敲敲飯 而因為低處東南亞 溫來美食有濃濃的南洋味 燒烤當中最紅的是七里香 還有溫來的國菜西米糕 甚至怎麼吃 也展現了他們的文化價值觀 繼續跟著我們的鏡頭 到當地夜市走一走 就算燻得嗆鼻 燒烤香味陣陣襲來 一整排烤魚外皮微焦 魚身飽滿 讓人擋不住誘惑 我們來的人快別喜歡吃烤 所以這些都是海魚 然後這個海魚呢 他們會用他們新鮮的蝦 然後做成醬料 他們裡面一定是會有薑花 薑花 因為它會有香氣 然後辣椒 辣椒是他們喜歡吃辣的 然後會加上這個金菊 金菊會把那個魚腥味去掉 獨門醬料提味帶出海味的鮮 路上跑的也要拿來烤一烤 這裡就是我們溫來人 常常吃的也是非常出名的雞屁股 這樣一串一塊錢 然後呢 這個是雞 然後這個是牛肺 牛肺他們喜歡吃這些 所以我們這裡呢 一般上就是喜歡吃燒烤 你在別的地方看到是烤沙鐵 但是在我哪裡看的最多就是烤雞屁股 刷滿醬料的雞屁股 每一串都紅的發亮 味道究竟如何呢 我其實是不太敢吃雞屁股的 但是來到問來就要嘗試一下 對不對 好 吃吃看 原來口味是甜的出乎意料 加東夜市繞一圈 就能體驗庶民飲食文化 不只燒烤 油炸食物也是當地人的愛 香酥金黃的炸雞配上米飯和生巴醬 就能快速填飽肚子 用個可愛名字敲敲飯 源自於早期要敲米商大門才能買到米 演變出這一道國民小吃 而飯後想來點水果 絕對不能錯過它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有白榴槤 黃榴槤 橙色榴槤還是紅色榴槤 但是這些都是文來自己的榴槤 所以本地就有這麼多種 對 那像這個紅色的呢 這個紅肉的好像比較沒有看過 對 紅色的這一個叫紅蝦 它是可依不可求的 因為它的塑料很少 要不要試試看試一下紅色的 好啊 我來試試看 然後在日本人吃點完鹽 他們都會提供 這麼貼心 來 試一下 所以不是用湯匙或叉子來吃 對 像用手套 像用手套吃 好 我來試試看 試一下吧 其實還蠻香的耶 不是印象中的那種榴槤的味道 就是很creamy 對 它是很綿密 它是很綿密 有一點類似在吃冰淇淋那種感覺 在地美食不能少的還有傳統飽點 早期資源有限 大多利用在地食材 野奶 糯米 斑蘭葉做點心 二次大戰期間 更因為米飯和肉類價格太高 民眾將源自棕榈科植物的西米 製成西米糕 不僅是主食更成為問來國菜 白色西米粉倒入熱水 鮮濕變成一體 繼續攪拌越來越粘稠 看似簡單 溫度拿捏全靠經驗 再炒幾道野菜 牛肉等配料 豐盛菜餃已經上桌 大塊朵移之前 得先學會使用特殊餐具 我們要用餐具叫做chandas 然後它長得有點像筷子 但是它中間是連起來的 那要怎麼去把它弄起來吃 好 所以其實你就手握著這樣子 然後把它這樣子捲起來 你先把chandas先插進去 然後你就用轉的方式 然後把它拉起來 拉了再轉 拉了再轉 為什麼你的技術那麼好 西米糕趁熱吃才好捲起 本身沒有味道 得沾醬汁一起享用 榴槤海鮮風味都有 就看各家餐廳獨門配方 然後要注意喔 就是你吃的時候 你不是用養的 你是用直接吞的方式 直接吞的 直接吞的 對 好特別喔 感覺怎麼樣 我很想咬它 可是他們是吞下去 你可以咬 你可以試試看 它有點像藕粉這樣的感覺 口感類似勾芡 將重視家庭的溫萊人 緊緊黏在一起 我和Bouillard 它一起帶家人 一起帶家人 一起帶家人 因為你看 它是從一個球 所以整個家人 從一個球 我們跟其他科技 一起分享 它意味著家人的時間 也顯示 佈奈亞人的價值 共享西米糕享受天倫之樂 這樣的傳統美食 嚐起來肯定 加倍可口 未來國土小 有大約70%的土地 被熱帶森林覆蓋 是東南亞森林覆蓋率 最高的國家之一 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保有原始林象 也是很好的觀光資源 但是要怎麼發展旅遊 又不破壞環境呢 我們的採訪團隊 就找到了一座森林裡的 世外桃園 熱帶雨林中有座桃花園 一切取之於自然 原住民一般族人 準備以傳統美食主筒機 歡迎我們到來 這是每位遊客 都能體驗的文化迎賓禮 這是檸檬 檸檬 檸檬 所以我先做這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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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植物 植物 還有玉米 好 就這樣 對 香料是竹筒機的靈魂 搭配乳網子 胡椒和鹽巴 平均分散馬殺雞 讓雞肉充分入味 聖策機 或一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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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參加他們 裝雞肉的竹筒有學問 只能用河邊生長竹子 產出的汁液融合香料 才夠鮮甜 燒烤前 交給一般族人 用薑葉封口 準備 BBQ 我會嘗嘗 這樣嗎 對 完成嗎 好 好 然後他會做 轉動 轉動 每幾分鐘 控制火 木材燒烤45分鐘 鮮甜雞汁 軟嫩雞肉 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當他們吃的食物 他們知道 食物是從村民 和地區的人 從村民 沒有食物 從村民 和地區的食物 等等 我們使用地區 100% 都從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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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我們從村民 與一般族人合作無間 熱愛大自然的Leslie 早年做過旅行社導遊 創業時她發現 部分一般族人 教育程度不高 或是先天身體限制 就業不穩定 決心改變 當我第一次來這裡 我被驚訝 為何你這麼壞 我給了錢 他們找到村民 去收藏 很危險 去爬山 一路 一路 沒有保證 所以 我不是很好的 他們也不喜歡 工作 因為 要付款 現在 他們從村民賺錢 看重一般族人 與於林生存智慧 Leslie 根據美人專長 安排划船烹飪等工作 打造 以社區為中心的生態旅遊 環境 對我來說 是讓人更健康 更健康 最多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使用房子 因為我們可以支援 社區 環境 利益 利益 還有更多工作 如果你們想想 你會使用很多 油 水 來送食物 減少環境污染 不用豪華度假村 吸引遊客 Leslie 回收廢棄建材 在河邊蓋了小木屋 周圍大量種樹 自然降溫 我們可以進來 謝謝 我們要先把所有放鬆 我先動進去 你沒有水 因為這裡沒有水 對嗎 現在這裡是 我们在这边的蚊子里面有很多的蚊子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蚊子里面有什么样的 我们在这边的蚊子里面有很多蚊子里面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海水 有些蚊子上来的蚊子 或是蚊子上来的蚊子 我会说为什么要去到海洋的 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守护热带雨林观光永续 另一头汶莱河上也有个旅游亮点 东南亚最大水上聚落就在汶莱 六百年历史至今仍有上万人口 号称东方威尼斯 各家都是造船高手 他们的船都是自己做的 包括这些船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引擎 引擎是他们买的 所以他们自己也维修 通勤全靠水上计程车 生活离不开水 高脚屋传统建材也来自河畔红树林 因为只有红树林的屋拿来建屋子 它耐水 就是它很耐用 它可以泡水 它可以泡在水里面会忽然 但是它唯一就是 这个贝壳类会养它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的有些屋子上面还是好好 10年20年都是好好 但是就是不耐这个贝壳类养 所以它才会死掉 结合鲜明智慧加灌水泥照样屹立不遥 我们进入这栋百年老宅 一探究竟 宽敞客厅代客专用 墙上苏丹和苏丹后照片是马来家庭标配 里头五间房才是自家人起居空间 厨房里的小鸡不当食物而是宠物 独特生活文化成了不可或缺风景 问来自己本身的那个 所谓人文的文化 也跟其他东西觉得很不一样 人就是很nice 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到外界 很少接触到游客 还没被完全被开发 所以还抱着有一种很热情 除了水村居民 一棒红树林而生 这里也是婆罗洲特有种长笔猴的家 傍晚时分寻找教课踪跡 但能不能亲眼目睹得一瓶运气 就在我们四处搜寻之际 本尊献宗 大鼻子身穿金黄色外衣 长相特殊的长笔猴爱吃嫩叶和果实 每天的傍晚五六点这个时间 是长笔猴它们的觅食时间 刚才在后面这个红树林的树梢上 我们就有看到了好几只的长笔猴 但是因为是母的 所以它的体型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如果是公的长笔猴的话 它的整体的体型还会更大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认定 长笔猴是宾为物种 异常珍贵 而在观光刚起步的汶莱 不难看见大自然原始风貌 人类与万物如何共荣共存 也许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要能打进一个全民皆赋的消费市场 产品得够精致独特 而台湾水果在汶莱就是一个品牌 尤其汶莱的苏丹 特别爱吃台湾的凤梨世家 因为甜度高 民众都赞不绝口 但台湾水果能打开当地市场 背后推手之一是华裔汶莱人 沈卫林 她是在汶莱出生长大 没有来过台湾几次 为何对我们的水果情有独钟呢 带您了解 汶莱水果大多仰赖进口 中东 纽澳 马来西亚通通有 但这一区来自台湾 可能是技术和味道 这一匙我尝试的 很甜 非常好 能够买飲用台湾水果 后试试? 当然 我们会买 可以试试 为什么不然? 我认为它是甜的 它是一个国家 它是很甜的 我可以吃这个 甚至没有黄砂糖 常常会吃黄砂糖 但是这个很好 我喜欢它 台湾生产有口皆碑 热情招呼的沈伟林 是问来土生土整华人 也是王室水果供应商 看准马来人爱吃甜 专挑高品质台湾水果 设法打开知名度 因为我们多数这里 都是马来同胞 然后他们对台湾 是比较没有这么认识 或许是因为语言方面 我通常都会给Tester 然后我通常就会用这种方式 而在文来是很少很少 有人会给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问我 那你是台湾人吗 为什么你 你总是在Promo台湾水果 原先采购各国水果 只用在自家蛋糕店 好品质获得王室肯定 又在台湾驻汶莱大使牵线下 开始进口台湾水果 也让苏丹爱上凤梨世家 说哦 怎么有这么甜的凤梨世家 他是超爱这个水果 他们都说季节不可以不可以断 然后我说这是季节性的 沈文林与台湾还有个特殊渊源 他的外公林德甫来自金门 出生猎语 17岁到问来打拼 经商有成还当上国会议员 被封为P险天某宫 P险是马来语宫廷的意思 是仅次于苏丹 华人时尚最高头衔 不许是我外公的关系 他都超爱台湾的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 我外公每隔两个礼拜 他都会在台湾工作 然后回来 闻来 他都会把这些水果带过来 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台湾的水果 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1970年代 林德甫进口台湾水泥 出口问来石油 也跨足船运汽车代理销售 事业本图遍及台港问 仍不忘回馈金门捐款办学 承认桥物委员的他是台湾之间重要桥梁 也是沈伟林坚持卖台湾水果的关键 有些顾客吃了这些水果都会跟我讲 谢谢你帮我们带进这么棒的水果 就还会买了水果给我 给我生意做还会跟我说谢谢 只是水果贸易不简单 光运输就是挑战 湾南是个港口比较小 然后货运也不多 container也不多进来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通常要take 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如果又遇到有台风 这就是我们的担心 MIT要打开湾南市场 得克服距离和地理限制 更得因地制宜 蓝天白云映照下 温室里缤纷绽放的全是台湾蝴蝶兰 多谢台湾的这些育种家 还有蓝界的前辈们 大家都很真心地帮助我们 把这个东西成长起来 徐志宏来自马来西亚 台大园艺系毕业后落脚问来 与创业的学长共同打拼 将台湾蝴蝶兰发扬光大 早期从台湾直接进口成花 但空运过程耗损率高达20% 干脆从小苗自己栽培 那我就到台湾去拜访那些老朋友老师 请教大家 怎么把这个东西种起来 台湾的这些师傅都很热情 也请郎相授 后面有一个很强的后盾 台湾的技术真的很成熟 然后规模也比我们大了很多 从小苗到成猪 随着兰花转大的人 还得换盆两到三次 我们从台湾进口这个祖培苗 祖培出坪之后到那个养苗的园区 大概要养15个月 等它变成成熟猪 然后就把它带到这个有空调的 吹花温室 控制它的温度 湿度还有遮阴 从台湾进口到生产成猪 全程要花上20个月 每一株都珍贵 而为了适应温来气候 温室里配备水冷式空调系统 加上缓冲层设计 搭配风扇散热 适当调控温度 顺利催花 我们在推广 让温来人也喜欢上台湾的兰花 他们的服装都是很重口味 花花绿绿 然后大红大绿 大纸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里什么颜色都有 马来人顺利美感 恰恰与蝴蝶兰两相回应 温来苏丹后也曾前来参访 每年徐志宏还要朝圣 台湾国际兰展 接轨最新趋势 台湾以坚强农业实力 花开温来 用光彩夺目闪耀世界舞台 欢迎回到消失的国界 跟温来一样 叶门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但当地街头有奇景 是许多人会在路边打牌 但不是打麻将 反而类似华人会玩的天酒牌 就连他们的传统医疗 也有拔罐技术 相传这跟明朝政河下西洋 很有关联 叶门街头我们听到洗牌声 会打麻将的一定不陌生 我们走近瞧瞧 他们打的不是麻将 排面上只磕点数和中国的天酒牌 相似程度高达九成 外传六百多年前 郑和下西洋 曾经好几次在叶门停留 似乎在当地有了不少文化交流 会不会是当时留下来的呢 按照时间推算四十蛮接近 却没有个明确的答案 不过有牌打 我的手有点痒 决定加入他们 学学夜门的天酒牌怎么打 每个人拿七张牌 这个是你的吗 对 好 所以我会打 好 好 对 好 这样 就这样 啊 不像打麻将 可以把牌放桌上 他们把七张牌都抓手上 第一次玩的我 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而这游戏规则 对作的两个人一组 打出来的牌 要对相同的指数 直到对方无牌可打 就算获胜 好 这是我的牌 这些啊 你懂什么意思吗 啊 其实我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可是我只知道相同的数字 要放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来继续 OK 不管输赢 在夜门打牌 气势很重要 OK 好 他们打牌都有 很有气 是要很用力的方向 你好 像这样的牌局 经常出现在 夜门傍晚的街头 不赌钱 纯娱乐 达的是500多年的文化传承 在这里除了天酒牌 看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子 我们发现 当地的传统医疗 对华人来说 也很熟悉 找出背上的穴道 再放上玻璃罐抽出空气 看起来是中医的拔罐 不过当地的医生说 这样的治疗方式 最早源自于希腊 而细节的做法 则是来自伊斯兰教的先知 和中医的穴道概念一样 每个玻璃罐摆放的位置 都有它的道理 我感觉这肌肉 在这里拔罐的第二个疗程 就是放血 医生用刀片轻轻点过 再把玻璃罐重新放上 目的就是要取入泄热 不代伊斯兰先知和华人老祖宗 发展出相同的医疗智慧 世界之大或许是个巧合 不过7500公里外的文化巧遇 也让我们和夜门的距离 又拉近了不少 三立五国界探索全世界 我是李文怡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怡 字幕志愿者 李文怡